这一次三中全会闭幕呢 是已经免去了 中央委员会委员秦刚的职务 而且呢是接受秦刚辞职申请 免除他的职务 但是呢大家就有注意到的是说 这一次呢其实讲到秦刚 他这个里面呢是讲秦刚同志 这个说实在的 免除了他的这个中央委员职务 但仍然称他为同志 那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处理方式 跟对于李尚福等人非常的不同 而且事实上还是开除了李尚福等人 他们的党籍呢 所以我先请教一下赖老师 那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仍秦秦刚为同志 那但问题是他到底错了什么 他辞职还是主动辞职 然后予以批准了他的申请 一般来说 保留党职 然后其他的没有什么动辞掉了 当然是自己也应该要辞掉了 那被免职就难看了嘛 那自己辞掉是比较留下颜面 可是还留下党职 保留这个同志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没有违法的事情 没有涉及法律 没有涉及刑事案 没有涉及叛国罪 所以之前的那些传说都是不正确的 所以没有叛党没有叛国 对没有叛党没有叛国 没有出卖这个情报资料 因为当时还有人说 他有把这个胡建军的情报资料 那么转给美国等等的这些事情 所以这些很明显的都是朝乌时政 那也排满定案了 但是这个免去了 就辞掉了中央委员 中央委员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一个头衔 是很重要的 然后外交部长也没了嘛 那这个我们一般的推测 还是推测 可能是私生活上出了严重的瑕疵 那中国大陆对于官员的要求 当然是有一定的标准 那你一旦被查到了 那你就只好自己认了 民进党这个部分里面就很宽松了 即使被查到了也没关系 然后被曝光了也没关系 他也可以说他是我罵牵嘛 大家都知道嘛 因为民进党他们本身的 这些道德标准其实就很低 可是不要忘了 在过去蒋经国时代 蒋经国时代对于国民党的 从政党员的标准 还有官员的要求 也是高的 也都很高 品德要求都很高 所以这是过去为什么 国民党的官员 只要你有涉及这些婚外情 或者是私生活的问题的话 一旦被查到基本上 那么政务官都要下台的 我们很少看到有被留下来的 包括我还记得 以前有一位经济部长 好像跟厂商吃饭 不是在公务时间 那么就下台一举功 这个就是蒋经国对官员的要求 可是你看 后来你看民进党的那些官 怎么吃花酒都没事 不一样 那大陆目前来讲 他们对官员的要求 只要被查到 那当然基本上就要处分 是 好 所以刚刚这个赖老师讲到说 应该是跟私生活有关 但不至于是叛国叛党 但我请教一下这个蔡委员 刚才我们这个线上就有网友 有些留言了 比方说熊百丽说 所以秦刚算软着陆了吗 软着陆吗 然后还有人说秦刚是没什么软着陆 这一生完了 还有人说是不是回去种田等等 那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不过蔡委员我想要请教您的是说 那为什么没有明说这个原因 然后呢给这个公祝于世 给大家交代一个清楚 然后呢再者是 那现在当我们看到 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那也代表的是现在整个事情就这样 这个就落幕了吗 就接下来大家就不需要再讨论这件事情了吗 可是秦刚呢 接下来真的就不会看到这个人 在大陆政坛或者是其他地方出现了吗 蔡委员 这个可能言之过早 因为他保留有共产党的党籍 而且是主动辞掉中央委员职务 并不是被处罚被解除职务的 这个会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就表示说秦刚的问题 没有涉及到违法违纪 或者其他党内的生活规律 应该算是比较不符合 刚才也这个我们赖教授所讲的 这种生活上面的一些 一些可能有争议的问题 因为共产党是这样子 他对每一级的官员 越高级的官员要求越高 要求越高 如果秦刚今天是八千块去租个女房东 那问题就很严重了 这是个事实 租个女房东 对啊 这很严重 我又记得习近平刚开始 接手执政的时候 很多的北京的豪华餐馆 门口都派人在拍照 看有哪一个公务员 哪一个官员进出 拍照进出 是不是啊 我实在看不出来 那个叫做豪华餐厅 不是什么大饭店之类的 豪华餐厅 然后喝酒店 喝酒等级的规定 不能喝那种茅台酒 不能喝那茅台酒 那他有一个大陆的领导 他跟我开玩笑说 你多来啊 因为我们这边不能喝茅台酒 请客不能喝茅台酒 但是台商台胞例外 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吧 我说那我现在行情上涨了 所以现在这官员如果是在外面 他们有所谓的这个宴请的话 是不是都不能喝 不能到什么五星级的啦 什么不像我们台湾 禁奢是不是 对对对 警政署署长去什么会馆 那完全不行 不可以 私人招待所那完全不行 所以我不得不佩服这个习近平 他可以说礼礼风行 然后避洁风轻 不管大老虎小老虎 你看国王部长这么大 对不对 这个犯法违纪 就立刻党籍就开除了 一个在大陆上开除党籍 几乎是最重的处罚 也就是宣告你以后在政治上 就别混啦 那秦刚这个还保留党籍 就表示说回家读书吧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回家读书 年轻忏悔一下 那发生什么事我们不晓得 通常大部分都是属于 生活纪律 会属于生活纪律的问题 那这个年轻不懂事嘛 磨练磨练 如果以后还有机会嘛 还有机会 这就很难讲 但是升上为国家 这种副国级的什么领导 大概就没机会了 因为他秦刚大概是我看过 大陆的官员 在最短的速度 一下子从驻外大使 副部长级 变部长 变副总理 短短的时间里面 可见他正如这个赖教授 是刻意被栽培的 但是他没有珍惜好自己的机会 是不是哪个地方忍不住 我就不知道 好 来 那欢迎大家也在线上留言 来这个杨老师 其实说真的 杨老师刚刚其实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他也在讲秦刚 怎么看秦刚 那现在呢 就是没有给大家一个明白的答案了 但是是不是您也认为说还有机会 反正还年轻 有可能吗 我觉得还有机会大概不太多了 你说机会有但不大 他可能会出任一些 当然第一个跟外事 外交完全无关的 可能是某一些机构的怎么样 然后这种退休的仰望的等等之类 这就不是说让他完全的这个离开 对 那但是基本上大概已经告诉他说 这个 等于是有点帮他也有算是这个 厘清他的这个行为 没有犯法 没有违纪 没有违纪 OK 就是你个人 你就是控制不住 你就是哪里 就是你就是哪里控制不住 然后呢就是你个人问题 其实我们也知道 杨老师刚刚是讲招架 招架不住 我讲起来了 对 我本来要讲 但你讲出来了 我讲控制不住 那招架不住 两个是一样的嘛 那他招架不住 所以他也控制不住 然后呢 这个不是这个短暂的 是一段时间的 所以我觉得他不太容易 以他现在这个年龄 你说年轻也不年轻 五十多岁了 然后呢 你要再回到政坛之 我觉得不太容易 不容易 大陆的政坛人才几几 是 是 对不对 他又特别优秀 可比王毅之类的 我觉得也没有啊 王毅那太优秀了 对不对 杨洁篪那太优秀了 对 不容易 然后呢 给你机会了 给你这么好的机会了 而且给他的机会 不是说他自己招架不住 而是给他的机会 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短 但是其实也表现 不是特别的亮眼 所以呢 我是觉得 只是帮他证明 你不是违法乱纪 那后续呢 好好过日子吧 好 来 随便你怎么招架了 来 是 瑞森有讲 英雄难过美人观 这个也有人说是被间谍调上了 但是呢 如果是间谍的话 这个觉得一定开除档极了 是啦 就不止于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他的调查的关键就是 你是不是牵涉到间谍案 如果是间谍案的话 那你这个保密 你这个东西都没做好 他一定被开除档极 是 的确 来 不过呢 当大家都在关注的 这个三中全会 今天就这么说着说着闭幕了 那么呢 在三中全会的公报上 方面也提到 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那么呢 在这个里面谈了方方面面非常之多 那全会也指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继续改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 那当然这里面说到了非常多 那这几个焦点 并且还说要达成要更高水准 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领导水平 跟长期执政能力 其实明天早上就会有一场记者会 要针对这个今天 这个闭幕的三中全会 要做一个更完整的说明 但是呢 这个我们看到其实在今天 就有台湾的学者 比方说像淡大的洪耀南先生就有分析 说这一次延续中共18主轴既有现况 加强党管一切的深化改革 也等于宣告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 已经结束 这里面其实也谈到了不少的 他的一些观点 我先来请教一下 赖老师 因为明天要开记者会 要做更完整的说明 那所以现在目前呢 我们也都只能够从大陆的一些 媒体的报道上面去观察 他这次的这个焦点有哪一些 那你看闭幕啦 到今天我们除了谈了秦刚的 这个人事的处理方式之外 我想大家还是关注的就是 攸关于中国大陆的未来 会有哪一些重点 因为这一次199位 中央委员165位 这个候补中央委员 他们都到场了 经过4天的讨论 决议也已经出来 所以会议进行了很顺利 然后对于整个决议文 这个改革的草案 那么都有表达了很多意见 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地方 有一些看法 那么有些删改等等的 那最终这个案子 已经完全定了 我觉得总目标已经出来了 就是2035年 这个总目标很明白 这个总目标就是全面建成 中国式的现代化 那么打下初步的基础 对 它里面提到要建设 很文化强国 还有美丽的中国 是 美丽的中国 那也就是说你的整个环境 城市的治理 乡村的治理 要跟自然的环境 都要结合在一起 然后每个地方都要讲究 这个质量都要拉高 不能够再用出质量的东西 例如说包括你吃的食品 也要是高质量的了 那么你用的衣服 用的家电 用的家具 都要把它提升 然后你以现有的基础 例如说假设你大型城市 例如说一线的城市 再往上提升 二线的城市 就提升到一线城市的水平 就这样子一步一步 都在提升中 我觉得这个在大陆来说 把这个目标已经定得很清楚 那接着就是执行的战略跟方案 那执行的战略跟方案 那也定出他们的指导原则 那么这个指导原则 讲得很明白 就是用科学方法论贯穿一切 科学方法论意思也就是说 一切讲究科学 不能够迷信这种人定胜天 这种行人的意志 可以决定一切 而且不能搞迷信 而且呢基本上来讲 就是要符合科学的规律 然后核心就是以生产力为主 这还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就是生产力为核心 那生产力这一次提升 提出来的就是薪质生产力 中国大陆的薪质生产力 它要把它用在方方面面 我只举一个简单例子 我们常常看到屠宰业 屠宰业它是要完全 如果说要用薪质生产力的话 那它的整个生产的过程中 就是必须要尽量用自动化的方式来生产 然后最好是一条边的 一条龙的一个方式 例如说从牛羊送进来 一直到宰杀放血清洗消毒封装 然后到最后冷冻包装成香 移降出去 就在一个厂房里面做出来 那这些就是薪质生产力的一个表示 不管农业各方面 它们都要往这个方向走 目标几年11年完成 所以它然后在科学这个部分 被卡脖子的六大领域 全部都要公关要突破完成 我觉得在他们这一次要 为了要召开这一次的三中全会 真的是卯足全力了 所以动员了很多的科学家 很多的院士 很多的企业家 都进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然后拟据全国的这些精英 政治 社会 经济 科技等所有的精英 拟据完了以后 定出来的这个决议文 这一次的这个决议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一个历史性的纲领 很快的 因为现在美国的商会 已经跟中国大陆 在开座谈会的时候 要求要看文本了 因为他们也要研究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跟着政策走 就绝对没有错 这是大部分的商人 都知道的事情 中国经济是陷入泥沼 而习近平专注于其他的药物 他说的是什么药物呢 他一直说 中国的经济 有那么大的难题 有困境了 可是习近平呢 却是在忙着 忙着希望能够把中国 打造成一个全球制造业的龙头 所以意思是说 这样的话呢 是他在忙的事儿 可是呢 这个没有想到 这反而会让这个大陆的经济 会面临到更大的挑战 好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观点 然后呢 他这个里面提到了很多很多 甚至包括像是什么天灾人祸 房地产啦 消费不振啊 还有甚至是就业问题等等 我请教蔡委员 美国的媒体是这样一面倒的 在看衰中国吗 如果要用 刚才美国媒体 谈论中国的分析方法 然后来分析美国跟德国英国 那不是美国德国英国 都要送去那个火葬场 更麻烦 问题更多啊 对不对 IMF一直都说 中国的经济成长率 今年大概4.5或点多4.6 他就主动往上调了 调到5 你记不记得我在你节目 有讲说最少4.9 最多可以到5.4 有没有 现在调了 对那第一季是5.3 第二季4.7 加起来平均还是5个% 是 要谈中国的经济 当然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问题 不是用这种渲染的 要去这样夸张的方式渲染 这个 这一次的三中全案你们讲 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知道 高水平要社会主义 要这个市场经济 所以市场经济是底盘 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中国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处理什么事 第一个对抗贸易战争 当务之急 那你这个要建立一个什么 制造业的龙头 这当然就是有用 有助于对抗你贸易战争嘛 一下子要加关税什么配额禁止进口 花样多得很不是吧 这个不就是你美国欧洲在忙的事吗 那中国当然先站稳脚步嘛 所以对抗贸易战争 第二个 中国的金融改革势在必行 我一再强调 很多人都只论了房地产问题 今天如果不是因为 中国现在的金融的体制 这是比较落伍 我不客气讲就是比较落伍 才会造成今天房地产问题嘛 你就是莫名其妙搬了一大堆钱 给这些房地产 然后卡住了所有的东西 才有后来的后遗症 那如果你从房地产问题看 他在房价涨啊很繁荣啊 可是如果你从金融角度看 我三年前我就发出警告了 这个不对 为什么 重掏台湾以前犯过的错误 李东卫实在有多惨 我相信游民兄应该记得 房地产 高雄市的建商工卫 全岛会员都招不起来 为什么 还有银行倒了 那个什么王毅宇他们家 中兴银行 这个倒那个倒 就是因为你金融体制 在放款的时候 没有管好 没有符合现代化的标准 哎呀 谁请我喝一杯酒啊 我就 然后结果都乱成一大堆 这个就是金融体制的改革 那金融体制的改革 龙头就是要 人民银行负起责任 所以以前我经常在批评这个义纲 不无道理 那现在我经常在 在这个为这个 攀公司股掌 也有道理 攀公司上来就是我们要 金融稳定法 要建立金融重建基金条例 有银行出问题的时候 以前都假设社会主义银行 怎么可能倒 那小银行动不动就晃啊晃 你拿财政去补贴 跟岛有什么不同 那你建立金融稳定法 你就要建立严格的 根据重建基金的标准 去做金融检查 这是一步一步 一缓一缓卡上去的东西 这是金融改革势在必行 那我不晓得这一次他们谈多少 第三个财税改革 地方政府财政已经出了问题了 因为以前都靠土地出浪金啊 那房地财好的时候 都跟房地财问题卡在一起啊 那现在还要减薪 这是不对的啊 所以要怎么做呢 要放大财税 克税的基础 克税的要点就是 不要对某一群人 某一个项目克太宗的税 但是普普片片的 拔额毛 你不要拔那么多 拔不痛的原则 这是克税的一个很高的水平 拔额毛有不痛的吗 我突然一下就不痛了 所以现在他们要做 消费税改革等等 现在中国大陆也开始建立 全国性的财税资料 你有超级电脑 结果你没有超级电脑 来跑这个全国性的财税资料 这不是很矛盾嘛 你都跑理工科学资料 太工资料 但是中国大陆现在是 一个在上海的有钱人 他在新疆有土地的时候 这个财政是整合不起来 你根本没有办法克遗产税 你也没有办法克中和所得税 你也没有办法克什么 这不对的 当然以前发展的慢 大家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我讲这一套理论 你跟他们官员讲了好久了 对不对 他们说这个有困难 我知道这很困难 其实没有很大的困难 那是因为有很多的官员 在很多不同的省都有房子 那不行 那就不行 台湾在 大概蒋经国那时候 大概1974年蒋经国当行政院长 1974年开始推动整个 很困难 那时候台湾的电脑很差好不好 中国大陆这个资讯系统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可是你怎么建立 我当然知道 14亿人口那绝对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 可是你今天不做 明天就会后悔 你那个比如说今天王永靖 在两腿一伸 就贡献台北市就150亿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太少 太少 那本来是很多东西没在里面 对不对 没在里面 都我已经很满意了 所以要让大陆的 这些成功人士 对不对 也要对国家有所贡献 赠乙税 乙散税等等 像以美国标准 有某个建商的儿子 及泡妞找那女明星送东西 我跟你讲 税务人员马上进门 对啊 大陆上这个没啦 没这个套制度啊 所以社会主义的什么 现代化的市场机制 就要有一个很好的财税制度 好来 我要谢谢我们先生 两位朋友 给我们的抖内支持 这个刚才有看到 良心给我抖内了 谢谢 谢谢 这个良心还说 听到勤教官呼叫我 马上立刻就来了 是吧 还有My love 这个谢谢你的抖内 还说勤教官从来没招呼我 这个死皮赖脸也来了 好 谢谢啊 还有My love的抖内 感谢您 那我要继续再来点个名好了 The Li Juno 阿斯 谢谢你称赞我 还有Ming Wang 好 还有Luan Liu Dog Whistles I Yang 好谢谢 还有张万钧 Ben Li 好非常欢迎你们 一起在线上 跟我们一起互动 来这个 所以我刚刚在讲 这个美国的媒体 当然就是专门挑 中国大陆的缺陷 把它放大 当然你说有挑战 谁没有 美国没有吗 西方国家没有吗 一直在抗中的都没有吗 那为什么不挑 其他的数据来说 刚才这个蔡委员提到 IMF 他们的最新 调高了对于中国大陆的 经济成长预估值 从4.6%到了5% 一条调了0.4% 那我也补充一下 事实上他们是调降了 美国的经济成长预估值 从原先的2.7% 降到了2.6% 降了0.1% 你看似不多 但是我们就要问 是只有2%多的 在那里效将近5%的 这什么道理呢 还有中国大陆的失业率 对你说青年失业率偏高 可是中国国家统计局 6月的数据告诉你的是 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 16到24岁 劳动力失业率是13.2% 还比5月降了1% 而且也是连续3个月下降 至于5月6月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 看来是持平 能持平 稳住 是不是现在是努力的目标呢 继续看下去 那我们就问 除了调降了 美国的经济成长预估值 IMF其实还调低了日本的数字 但是我要请教的是 杨老师 我们看到日本的媒体 日经亚洲新闻 他们现在呢 更正日经亚洲评论 他们呢 在看 日本现在跟中国大陆的应对 它的标题是 日本正错失中国发展的良机 在这里检讨日本 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呢 说在西方指责 中国在恶物冲突中的立场 与过剩的制造产能 可是中国还在继续深化 与其他国家的对话 结果在这个时候 日中之间 却反而更疏离了 更疏离缺乏了交流 而且还提到了 好久没有日本的高官到中国大陆去 也好久没有看到国会的议员 或者是更多的民间人士到中国大陆去 这代表什么呢 中国要离日本越来越远吗 结果亏的是谁 看似这篇分析认为是日本亏大了 老师 我的感觉不只是日本 日本只不过因为离的最近 而且日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经济关系 贸易关系 还是在西方各国当中最为密切的 整个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 还有这些就是非这些贸易经济领域的 这些社会精英 根本完全不了解中国 不了解中国 不只不了解中国 还把自己想象中的中国不断的强化 而且不断的从中国有这种意图 也就是说延续的从冷战共产主义 然后呢对于这种国家安全 这种各种因素的交错把它放大之后 当然换句话说就是不断的在妖魔化 而认为中国的发展是有问题的 冲水的 然后呢对我们国家 对这个国际局势是危险的 高铁没有靠背的 所以类似这种东西 我只是这个觉得 这种我觉得是一种刻板印象很深刻 如果只是一个社会或少数几个人 我觉得算了 但我最近的感觉还蛮普遍的 就举例而言 可是它跟经济不一样 你刚刚提到下个礼拜 卖美国这个高层的这些高管的 企业的高管都会到大陆去 那日本呢 我举例前天日本 我们都去过 宜德利 Nitoli 对不对 卖一些家用品的 家具的 在重庆开第100家分店 然后他那个副社长在那边 然后他说 这两三年中国因为 刚走出疫情 然后呢房地产卖的不好 所以呢也许会有一些 这个消费上的困难 他觉得两三年过后一定都会回来 就他有信心 所以他要加嘛 他预计到2032年 那要开到900家 现在才100家 2032年要开到900啊 对 然后呢他说不是单纯的开 他觉得其实面对现在大家 消费能力比较保守的情况之下 是 他去整个去整理 也就是说他从 就刚才赖元讲的 他有一套系统 因为大部分的 这个伊德利的家具 通通都是大陆做 所以他会发觉到 在大陆自己本身的市场 其实价格可以再往下压 是 他的获利 仍然有一定的保障 所以他就拿举例 那个电视新闻这个举例 同样的东西在日本 卖大概是12万日币 在中国卖多少 5000块人民币 那这才多少 5000块人民币 大概才2万块 不到大概8、9万 不到10万 所以他说可以差到 有两成的差别 他就告诉我说 所有的东西都是Made in China 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做的 所以企业的因应是很快的 这些企业 会跟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一起 那我看到这一次他们20大里面提到 就是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性体制 他就很强调开放这两个字 然后呢 这个外贸体制的改革 外商投资 对外投资管理 优化区域开放 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些东西 你哪有看到一个国家的领袖 对整个国家的发展 有这么深刻的战略规划 还有呢 顶层设计 也就从上而下 顶层设计 战略规划 而且坚持跟国际接轨的开放 那当然这些企业就看到 你这边的消费的能力 所以真正掌握到 中国经济脉动的企业 是很快的因应 而且甚至东西都比 在日本带国外的便宜的 他都可以做得到 因为他觉得 这个才会掌握到消费者的 这个意愿 对 所以我是蛮看好 就是说这个发展 但是日本自己本身的经济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是 但是呢 说着说着 我们其实看到 这现在 不要说是在经济方面 在很多方方面面 这个美国都要跟中国拿来比 对不对 现在下个星期 大家知道吗 这个巴黎奥运即将要登场了 那么美国现在难道 要针对体育的部分 也都是要紧盯着中国大陆吗 尤其是针对中国选手 特别特别 就是具有针对性吗 我想请教一下赖老师 我们看到呢 现在呢 这个中国 这个游泳队 之前到法国巴黎奥运赛前 适应训练 结果呢 这个他们的这个队伍 游泳队的这个营养师于良 那他就说到什么呢 他说我们31个运动员 那一直老是被检查 说查了将近200人次兴奋剂 平均一天接近20人次 一个人平均就要被查个5到7次 10天当中要这样子天天被查 查的特别多 没有针对其他的选手 针对中国队的选手 就这样吗 结果连这个营养师说 检察官都表示 都上面 都是上面给我们的检查计划 这上面到底在讲谁啊 然后他说不敢想象 中国运动员跟你们工作人员 配合度还这么好 如果换成其他的队伍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他们早就会嚷嚷受不了 然后到处投诉了 这什么道理呢 结果你知道现在呢 连这个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的前资深成员 也是反兴奋剂机构的 创始主席叫做庞德 他就说了 美国执法单位 针对中国选手禁要案调查 如果越权行为 那恐怕让美国会同时 失去举办奥运的资格 包括2028年跟2034年的奥运 举办资格 请教蓝老师 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 中国的游泳 那么突飞猛进 进步的速度非常快 在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在游泳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常讲说 美国有几个蛙人 九项 七项 金牌的 这种都带有人在 是啊 但是这个记录 正在被中国大陆打破了 美国都一直是受到 中国大陆的什么挑战 特别是游泳这几年 中国的进步的速度 非常快 进步太快了 进步的速度很快以后 这个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当他们输了以后 他们就认为说 你有用兴奋剂 然后就每天就指控 然后那中国大陆 为了要自清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当然就让你检查 可是我觉得 美国的做法 已经超过了 所以您刚提到的 奥委会他的讲话 已经讲得很明白 而且很弱骨了 他完全不能接受 这不是中国的奥委会 是国际的奥委会 对 而且他是检查兴奋剂 的一个主席 他讲得非常明白 对 他对美国的这样的一种 越权的行为 他已经完全不能接受 他已经直接的警告美国 如果你不改正 你再继续这样做 你下一届的洛杉矶 应该是就今天洛杉矶 就下一届是在美国办 那就不用办了 是喔 我们就会取消你的资格 他这个等于是直接 已经直接警告美国 你再这样子胡搞瞎搞 然后这样子针对中国 的歧视性的行为 没有人能够接受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 美国这个国家很特别 输了以后就耍赖 输了以后呢 就一直想方设法 然后呢去找你麻烦 对 我觉得这个国家 见不得别人好 而且这个国家 没有大气 虽然国家大 那么个子也不矮 国家大个子也不矮 但是呢 心胸心眼 像这么小一个 实在是丢脸啊 我觉得美国人 不要这么丢脸 弄到全世界都看不下去 弄到国际奥委会的 兴奋剂的主席 看不下去了 跳出来直接骂你 而且直接警告你 你这样这样搞下去 你不要犯奥运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蘆蕙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蕙协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 酷拉索蘆蕙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蘆蕙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蕙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